Hello 大家好 我是Jolie 相信大家對於澳洲的投資移民 會有很多不同的移民 包括一些申請的程序 文件的需要 以及移民去澳洲 可以包括什麼家人呢 今天我很開心 可以邀請到剛剛我們拿到簽證的一位朋友 來和大家分享他的心路歷程 以及一些提示 Hello Aster 你好 Hello Jolie 你好 首先恭喜你 剛剛拿到簽證 都知道你一年前已經計劃好了 打算移民去澳洲 那是否一開始 打算已經會加上女朋友去申請呢 其實一開始就 未知可以帶上女朋友過去 問了公司 以及自己做了研究後 發覺可以用一個 Depatto的關係 去做這個應用 所以最後就決定放上女朋友去 我相信有些人和你的情況很相近 就是怎樣可以帶到一個未婚的伴侶 一起加進行程序 那文件方面呢 也可不可以和我們的觀眾分享一下 因為他們可以早些去籌備一下 其實文件那裏 阿May也給了很多不同的提示 另外她也有告訴我 其實可能有些什麼 要準備 例如聯名戶口 或者怎樣證明到 她的財務責任務 是在分享中 或者有同居的關係 另外還要提供一些相片 或者WhatsApp的紀錄 去證明那個Depatto的關係 嗯嗯嗯嗯嗯嗯 那我相信這些文件都不是特別太難的 正常如果是一個 真正的關係的話 那我又想問一問 就是本身對移民去澳洲 有很多不同的途徑 那你有沒有想過 用別的途徑呢 例如技術移民等等這樣呢 其實都有想過的 那當然我的目標是 是想最快取得到 PR 和 citizenship 那還有剛巧我的工作項目 是不在技術移民的項目那裏 所以最後就決定了 投資移民這個方法 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做一個澳洲的投資移民 文件上面是非常之複雜的 那我又想可能Oxta你分享一下 就是在這個申請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困難 或者是一些的感受 可以和我們觀眾去分享一下 這樣呢 是啊其實那些文件真的相當多 那但是其實阿May都很好 那他就step by step 地告訴我 什麼時候要交哪些文件 或者是一些什麼的 文件或者information 那另外澳洲政府都相當著緊 那個搜索分 所以在那裏 阿May都提供了很多項目 以及提供我 究竟怎樣去提供一個 source of funds 是最好的 令到整個 application 可以很 smooth 即是你去澳洲 那本身你有沒有想過 是選擇其他國家 因為我相信很多香港人 現在都會想 有英國 BNO 加拿大等等 那又為什麼會選擇澳洲 還有接下來你過去 你有沒有特別想去哪一個州份呢 其實都有想過其他國家 但是最後為什麼選擇澳洲 是因為其實它那裏的天氣 是因為有很多公司 時差和搭機的機程 是一個reasonable的距離 其實澳洲如果我正在進去的話 我就會落腳在Melbourne 是 最後也想幫觀眾問一下 你有沒有想過自己去做這個申請呢 一開始都有的 因為其實那些固域 其實都在網站那裏 可以看得完 但是其實做下去 就發覺很多heater agenda 所以最後就決定 找了agent幫忙 其實我也找了幾間 可以做compare 我最後就 Base on response plan 就找了Ray Wright幫忙 也都沒有後悔找Ray Wright 因為其實May 都幫了給了很多direction 就令我走少了很多願望路 嗯嗯嗯 多謝你Oster 也都很多謝你今天的分享 我也知道你準備去澳洲 我們都希望你一切順利 Thank you Thank you